全红蚱最新集训曝光 跳水网址揭秘细节太辛苦面临两重大考验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还带来说一下全红蚱最新回到国家队参加集训的一些细节情况 大家也知道那么目前全红蚱已经是正式回到国家队并且来参加新一轮的集训 经过此前奥运会包括全英会的洗礼那么全红蚱呢 确实在现在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而他也成为了中国跳水技呢 营染生起的一颗星星 那么因此很多人其实接下来呢也都非常期待全红蚱能够有更加厉害的成绩出现 也期待他能够继续为我们为我们国家队呢 去争夺更高的一些荣誉 目前来看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些媒体采访我们也看到了 前中国的跳水冠军王子 周吕欣呢也在采访当中了揭秘了全红蚱那么最近的参加一些集训的一些细节情况 他说的全红蚱那么意思以来他的一个集训情况都是比较拼命比较努力了 那么别人来做了10次的动作他做不好的话那么可能会做10次 20次 别人来可能做了一些事情的他可能会双倍 三倍的去啊这个 加强去做这些事情 由此来也就相当于他别人可能下了一倍的功夫了他可能下两倍的三倍的功夫了去重复去纠正一个动作 那实际上我觉得全红蚱这番努力这番集训的一些细节要求的话就像他此前 在没有拿到奥运会金牌之前的 是一样的 那么在此前他也同样是这样的去不断的去通过重复的更加精准的训练 刻苦的训练去啊纠正自己的动作是让自己的一个肌肉形成更完美的记忆 如此一来那么到了比赛过程当中呢才能够把他的正常水平给发挥出来 才能够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如此一来才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 所以从这些细节当中也确实看得出来目前全红蚱的一个训练了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刻苦 可能很多人只是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奥运冠军作为一个全国双料冠军 这个面前的一些荣誉和掌声 但实际上他们在背后付出了很多汗水和努力呢 是没有被看到的 即便是说可能屈居亚金的一些选手呢 实际上他们在这个背后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所以从中也确实感受到了全红蚱作为一个冠军呢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当然就目前来看呢其实对全红蚱来说目前归队训练之后呢 虽然是很刻苦啊 但是与此同时他也面临着两大非常重要的考验 那第一个就是他的心理状态问题 那在此前收获了这么多的冠军也收获了这么多的一些肯定 那全红蚱能不能够及时把这样的浮照的心态给收回来 继续沉稳的去参加比赛的话 其实呢也对他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强调了这个发育观 发育观对每个跳水运动员都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 因为随着你的发育啊你的身材啊你的股价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很多动作呢也要随时调整 如果说运动员不能够跨过这一关那么动作呢出现很大的变形呢 或者问题呢可能就会严重影响到他们之后的成绩 所以其实对全红蚱来说 接下来呢除了新股参加集训之外呢 也要去跨过这两大重大的考验 才能够在之后呢重新获得新生 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获得更好的成绩 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呢全红蚱呢这个我们中国跳水的后起之秀 能够在接下来克服重重困难 争取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们也为他加油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捞球 拜拜